好,这里题目给了一个一元二次的方等式 好,这里x当然可以解得出来哦 即使不能分解,我们也可以把公式呢 利用公式,把x的值算出来哦 他要我们去算x的一个式子 对不对,等于多少 当然最直观的想法,老师那我把x解出来 如果等于2,那带进去是不是所有答案都知道了 好,但问题是,这个x好不好解 其实也并不困难哦,我们先解解看 好,2a分子负b,不能分解嘛哦 2a分子负b,加减根号 b名方25,再加4,29 是不是超级丑的,对吧 你要算的是什么,还要算三次方,谈何容易 如果解算是1或是2 即使是5也没有关系,三次方才125 好,所以呢,即使是29也无所谓了 就跟他拼了嘛,只不过呢 这个数字实在是太丑陋了 我们大概不是这样去算的哦 好,那这个题目呢 如果不是真的把x解出来带进去的话 那怎么处理呢,要玩一下试着哦 先把这个试着的形状变一下 什么意思呢,好 好,这里呢,我们通通通除以x 那整个方程式会变成谁 是不是x减掉5 再减掉什么,x的导数 诶,如此一来就有x跟他的x的导数之和了 有没有,差刚好是谁,5了嘛 是不是这一项就知道了 他就是这一项,就藏在题目给的那个试字啊 好,所以这一项呢,其实就是5啦,对不对 我再把他试字呢,变得漂亮一点哦 好,x减掉他的导数之后 这个结果呢,结果是5,对不对 第一步我们会得到这样的关系式 这个试字呢,就是5了 好,所以我们要算整个试的还缺他 他跟什么有关 是不是他的立方,减掉他的立方 对吧,这两个的立方差 好,所以我们呢,此时两边去执行什么 立方的动作 好,第一步我们先把x的一个关系式做一个调整 接下来呢,两边立方 好,两边立方 当然右边就是5的立方啦 好,那左边就有一个我们要的x三方了 对吧,还有呢 A减B的三四方 是不是A三方减谁 三倍的A平方B 好,就应该是x咯 再加三倍的AB平方是分母多一个x 好,所以x分之一 再减掉B的谁三四方 好,所以应该是x三方的导数 好,其中第一项这里呢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好,要的是这个 跟他 好,这两项的差 对不对,就是这一项嘛 所以呢,右边如果已知是一个125的话呢 好,我们还缺的就是这一项 观察一下这一项刚好跟题目给的那个式子是不是有关联系 对吧 我们把大家的-3都提走的话呢 它刚好是谁 是不是x跟它的导数的差距 其实就是刚刚的5嘛 把它带进来 所以就是这两个相减之后再减15是125 所以这两个这个圈起来的是不是就是125再加15 这个呢,就是刚刚我们算的140 好,但是它是分母 好,那这里呢就是第一步我们算出的5对不对 5的平方 好,所以这就变成小瘸道啦 分式通分 好,用谁当分母啊 好,140分解一下它里面的成分哦 7,2,14,对不对 还有一个谁 10,10是一个2跟一个5的成绩 所以我们要由一个7,两个2跟两个5当分母 对不对 好,所以这里要配一个5给它 这里呢,除了配一个7 还要配两个2给它 好,所以答案呢就是这个式子展开啦 好,两个2,两个5加两个10 这个分母就是700啦 好,1728加533 好,标准答案7百分之33 关键在先不要把X的值解出来 把式子调动一下符合它的结构 你可以看出什么 我们要求的式子有什么样的规律性了 那后面就要搭配一下立方的一个什么 乘法公式咯 好,这一点我们就分析到这